超中派的中华宣教联盟 自2020年8月成立 至今串联全台200多间教会与机构 10月8号召开媒体发布会 理事长张茂松及执行长王璞分享异象 表示已有超过150位宣教士 遍布四大区域18个国家 一同宣告华人宣教时刻已经来临 感谢上帝历代的教会 他们留下很美好的见证 一直到了现今我们认为21世纪 这个应当已经是华人教会 要开始站上宣教舞台的时候 华宣盟除了传递宣教负担外 也收集了1708份有效问卷 调查发现遍布全台及海外弟兄姐妹们 相较于教会服饰 职场升迁 婚姻家庭等领域 已有9.86%的人关心异文化宣教 那我真的觉得说这个调查 很真实地反映弟兄姊妹 他们对海外异文化的宣教 其实是有心的 我们调查出来之后 重要的是要回应 重要的是让这些有心的人可以走上去 所以我觉得盼望教会可以看重 那盼望教派也可以看重 看见问卷调查的结果 执行长王浦也以自身20年来的宣教历程 鼓励众教会要有所行动活出大使命 这20年来在这18个国家当中 数不清的神的恩典 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前行 见证主 祂真是那又真又活的主 期盼着华人的基督徒 教会能够明白 附成生天以前的大使命 大诫命 活出基督 用行动走出这一条道路 接下来华宣盟也将在11月6号 线上举办宣教大会 传承具体的宣教策略 帮助华人教会在普世宣教上不缺席 以上是顾TV续闻中心台北采访报导